21岁存到了100万 但是你竟然两年就把钱花光了 你干嘛啦 因为我当时赚了钱之后 想要做一些储蓄跟理财 以前年轻不懂事 就听人家讲说 集邮是储蓄的一种 集邮 而且这个对性情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当时就是 把当的钱都买了很多邮票 那包括不同国家的邮票我都买 买邮票可以买到100万 可以买到100万 因为我每次去大概都买两三万 而且我买的邮票 那么辛苦 今天三份工作去买邮票 对 买邮票 所以这个我今天来特别带给大家看 这个是当时我去集邮的 这个其中一本 那你会发现我集的全部都是 我们所谓的大全章或全版章 那他们讲说 这种没有裁切过邮票 是最值钱的 所以当时我集了台湾的 然后包括香港的澳门的 不同地方的邮票 然后都是这样 每次去我大概就会花两三万块 买邮票 那这样的本子 我大概差不多有二十四五本 二十四五本 对 所以像这个 我就有这么多的 那有增值吗 这么多本的这个集邮策 对 你说把集邮票当存钱 对 因为你觉得可以增值吗 对 当时就这样想 结果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我记得我大概十几年前 有把这个邮票拿去见价 但是那时候我印象中的价格 没有很好 我就一如放再放到现在 所以大概已经二十几年了 哇 我们常说这个刚刚存好的钱 不要随便买车子 或什么比较消费材 他拿去买邮票这样对吗 也是消费感 他那时候觉得是要可以增值嘛 就是误会一场嘛 那你现在回到家看到 这么一排的这个集邮策 有什么感觉 还是蛮开心的啊 因为其实没有存下来 你还是花掉 可是我起码买了一个 我觉得可能开心的东西 但或许可能它再放了十年 它是非常有价值的 不一定喔 那有一些 可是你那时候 如果你那时候买的是台积电 现在可能是上映的 其不同的邮票不一样 对 所以他现在是放着了 哪天急游舍 是不是你去换一下 对 我哪天在估价下 上次估价是十几年前的 所以这十几年 我没有再去估过价了 你也没估价 是不是差很多 对 所以可能现在增值的也不一定 路完我们这一集去估一下 没问题